哈喽好大家今天同NYC在这里要教大家如何从温哥华起程前往墨尔本 墨尔本大家都知道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 那么我非常想要去墨尔本因为那里有我的好朋友 我们今天来研究一下如何来乘车或者是计算出路线去墨尔本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墨尔本墨尔本 墨尔本看见了一个B字在这边 很牛逼很Q很墨尔很墨迹很笨的一个城市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拖移过来看一看墨尔本也算是一个大城市 这边是机场这是个小机场 这边是墨尔本机场 那么我就要去这个墨尔本 好 废话不多说 这边在我们的右左边不是右边左右的方向 在我们的左边这边有两个两个栏你可以填AB AB就是你要出发地和前往的地址 那我们就在这边输入温哥华 这个电脑非常的智能 因为我用的是苹果电脑 我们就可以点这边 点查询路线 它就可以帮我们计算出如何从温哥华前往墨尔本 好 在右边它已经帮我们计算出来了如何从温哥华前往墨尔本的路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线是非常复杂非常深奥的 不是一般人都能看懂 而作为一个经常旅行的旅行达人 我这个方面是非常在行的 就是一般朋友不要轻易尝试我们这种危险动作 好 我们现在看 这边 这里是温哥华 就是我在的地方 这个小星星呢 小星星就是我住的地方 然后从温哥华出发 我们一路一路向南 然后穿过了这个边境 直接进入美国 进入美国 一路走高速 最后到西雅图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西雅图未免演电影 查一句 我们从西雅图海上出发 咦 咱们走海上 然后我们看 左边还有专门教我们怎么走 从 King Edward 向西 这边我都知道 因为都是我们室内的 然后 Granville 到Ockstreet 这都我都很清楚 然后往这边走 一直到 进入西雅图 然后向左挤转 也不要挤转 然后再往下 可掉头 这 这姑姑疯了 掉头 然后在这边 进入美国 进入华盛顿州了 然后继续前行 这已经到 到第30步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到这边 左转 然后到这边 收费了 然后再进入 进入 再继续进入 这个Fairy Dock 然后再往前走 一路非常的非常的无聊 然后 注意 这会儿牛逼的事情要出现了 看见没有 牛逼的事情出现了 乘坐皮划艇 横渡太平洋 就是 不过是不是很搞笑 乘坐皮划艇 横渡太平洋 而且要横渡 四千四百三十六公里 那我们看看 这个横渡的眼在哪了 横渡眼在哪了 哇 老长 看一看 从 西雅图横渡太平洋 到那边 到夏威夷 好不好 从 西雅图横渡到夏威夷州 然后继续前行 继续前行 在夏威夷一直穿行 走了一堆万七八道的路 然后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牛逼的事情又出现了 横坐皮划艇 再度横渡 呃 乘坐皮划艇 再一次横渡太平洋 这次进入了 进入日本 对 就从这边 然后一次 飞跃到日本 可想而知 这个难度是相当相当的高超的 啊 是不是 呃 我们 普通大众 千万不要去尝试 像我们这种 呃 骨灰级的旅行家 才可以 做这种动作 这种危险的动作 我们是练过的 好不好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下面该怎么走啊 在日本 穿过了很多的收费路 日本政府是相当的黑了 啊 不要说中国天天 呃 在德国楼收费 日本也是一样的 嗯 所有收费日本 所有收费路呢 都是在日本收费了 啊 嗯 然后继续往前走 快出日本了 哎 出了日本了 对 出了日本了 嗯 现在我们经过 大概150个步骤了 都还没有到 可见这个路途 是非常遥远的 也可见 我的决心 是非常强难的 好 我们在这个 161步的时候 终于到了 澳大利亚 摩尔本市 耶 可见这个路途非常遥远 整个过程非常艰辛 好吧 现在还无法用街景视图 这是搞笑 好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片 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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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